ISIS的夢魘克星 庫德族女大兵 這裡是位於伊拉克北部 庫德斯坦的蘇萊曼尼亞 位處庫德族自治區的腹地 是受傳統高壓伊斯蘭教條的束縛 雖是外傳的世外桃源 但環繞四周的山林 卻是和ISIS對抗的最前線 一直有左翼遊擊隊 庫德工人黨所組成的娘子軍 在這裡守護家園 把ISIS的聖戰士們嚇得屁滾尿流 女子軍團們不協婚也附生小孩 而不被俘虜成性奴的唯一做法 就是鐵血地將敵人全數殲滅 雖然葬死戰場是聖戰士們的榮耀 但女戰士們的出現 使她們神聖的戰役增添不可逆的變數 對一名聖戰士而言 為聖主戰死沙場 必能上天堂 獲得終極大獎 72位純潔處女 但若命丧女人之首 則會狠狠落入18層地獄 聖戰士們對女兒身的畏懼 讓她們寧可氣戰而逃 也不願陪上天堂大禮 庫德工人黨希望美國能提供武器 幫助她們對抗伊斯蘭國 但在此之前 美國需將她們從恐怖組織的名單中移除 此舉必遭盟國土耳其反對